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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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这个厨房 洗到我全身的体力都用光了 超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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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要开水闸门了 水闸门不打开的话 水 小心 脆 investment 水 水 水 included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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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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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我們家有虱目魚 也有蝦子喔 我來自我 無路 全身的愛 我來自我 也要求你 我來自你 但心無法 愛人的愛人心 都是希望的空 我愛人的愛人 都能有夢 我愛人的愛人 都能見到 你愛人的愛人 都能見到 我愛人的愛人 都能見到 你愛人的愛人 都能見到 我愛人的愛人 都能見到 好了我们看完这个影片 我觉得玉珠宝宝真的 要说可爱也可以说她可爱 然后要说她还蛮真的一个人 玉珠宝宝可以讲一下 当初怎么会以这个水灾记 当做你纪录片的一个主题 要学摄影剪接这个课程 刚好我们家淹大水 淹水的时候 我有拍一些照片影片下来 她老师要我们找一些题材 来制作一部影片 我那个时候就想 我来做水灾日记 那我会做水灾的影片 也是希望政府的官员们 能够看到家里面的淹水 真的是很苦 真的 很无奈 因为从刚影片看到就是说 家里水定进来 你还是必须要长进拍 你看水已经进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水灾之后 水退掉了还要去清理的问题 对 清理一个多月 真的是很辛苦 是希望政府能够赶快改善淹水的问题 让我们的伤害损失降到最低 我记得有一幕很特别就是停电了 那时候好像你还蛮紧张的是不是 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水已经超过水闸门了 就进来 像瀑布一样 啪就很快 对 又停电了 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 真的 可是我觉得也还蛮算是 以学习纪录片的初学者来说 还可以这样子 算是有点小紧张 可是还是坚持把这个作品完成 对啊 这等于其实你这个目的只是刚好 因为因缘忌讳 学会了纪录片的拍摄 然后刚好又遇上这件事情 虽然大家都不愿意遇上水灾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 真的是 你自己看完这个作品 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刚开始 因为上这个课程 那个时候刚发生水灾嘛 对 也还没有走出那个阴影 真的 制作这个水灾的过程 有时候我在电脑的前面 会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真的 因为还没有走出那个阴影 因为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还是在想说 那时候淹水的时候多苦啊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整理 很害怕 这一次真的很害怕 所以一边剪一边掉眼泪 在电脑前面看啊 看那些水灾的影片啊 就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刚开始在剪接的时候 就是这样 因为心里就是很难过 很害怕 对啊 住在那个地方 也很无奈啊 我们那边淹了好几次了 真的 十几次有 其实我小时候也看 我们家淹很多次 小时候我都记得 我在那个楼梯上 然后看着妈妈在下面清水 我说妈妈你赶快回来 很怕妈妈冲走 都会有这种感触 那我最怕的就是 晚上那个店来了 对 然后那个店啊 就这样死了死了 那个时候真的很怕 真的 我先生也是 不敢下去 也不能下去啊 那个水 水有电啊 很危险啊 会触电危险 我就很担心啊 就担心那个房子 会烧起来 会有什么意外这样子 然后隔天 隔天我听到朋友说 他们家哪里啊 那个房子的出汇啊 真的 还有那个电视喔 在报道说 哪一家工厂喔 就都烧炮店 灰烧啊 我那个时候听到都觉得 我们也是不幸中的大戏了 对 所以等于是你看喔 很多妈妈的心声 大家可能或许不晓得 透过这一支的纪录片 就可以很感受到 相信也很多妈妈 会对这个影片看完之后 会有很多的感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秀英妈妈的作品 她的作品就是 《何之芳台玩笑》 我们看这段VCR 《何之芳台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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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完秀姨妈妈的作品之后 我们来请秀姨妈妈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怎么拍这个主题 因为我是做那个 数位晚拍的嘛 那当然就是电脑画面啊 还有摄影啊 就是要一直不断地学习成长 那刚开始去看到这个 护佑馆就是护佑馆开这个课的时候 我也是想说 想不出我到底要拍什么主题 因为之前真的没有学习过 完全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可是我看那个 就是看过这个一般的拍摄电影跟纪录片 我都觉得说很想去尝试看看 当然对自己也蛮怀疑的 说自己能力能不能去学 能不能做成功 可是去学就是 就是真的也很感谢护佑馆跟蔡老师 杨老师 她们也是就是 知道我们这边妈妈 就是记忆力比较不好 她们也不厌其谎的 就很有耐心 对 会教我们 或中间我们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拍摄的过程 会有一些 比如说不知道怎么进行 或是说那些心情故事 老师都会跟我们就是讨论分享 这样子 所以你像拍完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我看到我自己拍完这个纪录片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然就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应该会到处跟人家讲 我会做纪录片 可不可以来看一下我的作品 有这样子吗 就是看了以后 我当然心情就很高兴 说我也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片子 但是这一个片子是 我是用 只有用照片 照片去呈现 就是我平常 平常就是生活的一个记录 一个生活点滴这样拍摄下来 但是我希望说我还可以 下一步 对 挑战下一步 挑战下一步 就是能够真正用那个影片 跟那个相片这样子结合 对 因为我们拍完以后 就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当导演 就是 这个真的是之前都没有想过的 那我们这班结束的时候 就是每个妈妈 就是把所有影片 老师帮我们播放出来 然后那天做个分享 大家都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应该都蛮兴奋的吧 对 很兴奋 说真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 真的一个很大的惊喜 对 所以你看啊 宣布妈妈的一些故事分享啊 还有自己实际参与 制作这个纪录片 相信他们的 你们的收获 应该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那最后是不是 请那个玉珠妈妈 你也讲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想法 鼓励更多的妇女朋友 也可以来学习 这样很新的 纪录片的学习课程 妇幼馆那边可以学到很多 很多东西 对不对 虽然我们住了比较远 但是也觉得很值得 很值得 好 那那个 我们的秀音妈妈 你会不会觉得也是要鼓励更多 妇女朋友出来 就是鼓励更多的那个妇女姐妹啊 能够来社区妇女大学 来这边学习成长 对 尤其是像我是 因为之前这样一个串商 我一直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走不出来 比较忧郁 可是来到妇女馆 就是妇幼馆 凤山妇幼馆以后 我就一直就是这样学习 不管是学晚拍 或是心理成长啊 真的帮助很大 那我这样子可以 尤其又参加这个社团 妇女创业的社团 那我自己就是 比较开放 也比较乐观 而且结交很多好朋友 对 如果有心情的话 可以给他们请述一下 对 心情会比较开心一点 对 就是能够 妇女姐妹在一起 就可以分享啊 回馈啊 然后互助 对 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要先鼓励这两个妈妈 给她们个掌声 其实呢 电视机前的妇女朋友 如果你们看到这一段话 其实基本上 你们也可以学习她们两位一样 勇敢的走出来 学习更多的知识 或许可以跟增进 跟家人的一些亲子关系 也不一定喔 对不对 好的 非常感谢 两位妈妈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戴口周记 下礼拜腾时间 再见咯 谢谢大家